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女性来说 我觉得除了要具备常规的这些领导力之外 还要具备黄金法则力 可能你很好奇说什么是黄金法则力 那黄金法则本身的含义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 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 那作为女性她天生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 她非常去关注别人的需求 而且也乐于去帮助别人来实现她的需求 而梅丁凯的女性正是通过这样帮助别人来实现别人的需求 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们来到梅丁凯的很多的女性 大部分人之前是没有带领团队和管理团队的能力的 也就是说她没有做过leader 那当我们在去培养她的时候 我们先从开始build她个人的自信开始 我们用了一个我的故事就是I Story 所以每一个女性进到梅丁凯的第一步 就先去学说I Story 可能很多人最害怕讲话 她不会 所以我们会教她让她有自信 但是回到家我不会把这个带进家庭 因为家庭在家庭中你就是一个妻子 然后你就是孩子的母亲 我老公是一个艺术家非常爱好画画 他经常会让我欣赏画画 虽然我不会欣赏 但是我只要赞美就可以了 因为长期以往的这样 我儿子也非常喜欢画画 他就好像天生会画画一样 所以我就是赞美家庭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氛围 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角色 我是父母的女儿 所以也经常会去看望父母 只要我不出差 保证每周的一个家庭聚会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你永远不能只有一个角色 你应该有多重角色 那你的生活才会是精彩的 快乐的 平衡的 幸福的 我是梅林凯中国总裁温文芝